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8月15号星期三 大家好 最近有一则消息 在国内传的是沸沸扬扬的 这什么消息呢 说北京有个四合院的业主 为尽快获限移民 要将他名下的一个四合院 要降价4500万人民币出售 他的广告说什么 不计成本只求诉出 说什么由于产权人 要移居国外 为尽快处置完结国内资产 今天下定决心将四合院降价转让 由原定价1.65亿元人民币 现在降为1.2亿元人民币 降幅近三分之一 达4500万 说现在是极高的性价比 之类之类的巴拉巴拉的 然后这个消息一出 在国内国外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很多人就开始说 说这不是傻缺行为吗 说你这么一干的话 你想你卖的一般的中产阶级也买不起 对不对 你就降了4500万 一般的工薪阶层根本也不考虑 对吧 你卖给富豪 人家就会想 你哪是钱移民了 我为何不拿钱移民呢 对不对 肯定说明你对中国没信心 那你没信心 我也没信心 对不对 那我问吧 要当接盘侠呢 对不对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也是再一次呢 让中产阶级明白了那句 大家经常说的那句话 就贫贱不能移 是吧 就是贫民和贱民不能移民 当然这么说呢 是很令人不快了 不过这种说法呢 也是最近可以说甚嚣尘尚 是吧 然后呢 就又开始了 上纲上线啊 说现在这个富人抛售房产 移民海外 然后呢 这个中产阶层呢 现在就要掏空六个钱包 来买房 所以六个钱包呢 就是南方的父母的钱包 还有祖父母和外祖父母 再加上女方的父母 祖父母就掏空六个钱包 然后呢 一起呢 来资助呢 这个中产阶级呢 来买房 因为现在这个房子 说实在中产阶级 一般来讲 你就是中国明华大学 毕业了 出来你工作的话 你就是说两个人 我不知道现在中产阶级算什么 中产阶级 一年二十万 两个人家一起 家庭收入四十万 这能算中产阶级吗 还得再高一点 四五十万差不多了 也就 也分城市 也分城市 反正呢 我觉得就是年收入四五十万的话 现在就中国这个 就像北上广深大城市买房的话 压力也挺大的 对 也挺大的 肯定还是要要父母或者长辈呢 就是资助一个首付 然后呢 可能夫妻两个一起来还贷款 是吧 反正这个消息呢 最近听的比较多 因为我之前也说了 我北京一个朋友啊 最近要买房 他最后反正也买了 买了房子还不错啊 给我发了照片 我看了 房子还真挺好的 反正他呢 买房子就遇到了这么一个问题 因为呢 之前啊 有传言说这个最近这两年呢 中国盖的这个新房啊 质量很不好 说是这个房地产公司老总说的 呃 所以呢 就是现在呢 好多人不敢买新房 觉得新房质量差 还不如呢 买这个老房子 二手房 所以呢 他就经常在看二手房 二手房呢 他就发现 一看二手房 就说呢 房主为吗要卖房啊 房主要移民 反正一看的房子不错的 都是房主要移民 当然他买的房子也是不错啊 他也理算是中产阶级 对不对 他他他差不多一个月下来 也是三四万的收入 是吧 一年呢 可能也是将近 将近只有四十万吧 也差不多 差不多 他一个人 对吧 他让他老婆 他们两个人加一起 年收入可能要到 七十万 对吧 他老婆差不多 也只是三十多万 对吧 他俩他俩加一起 年少将近七年 他们肯定理算中产阶级了 对吧 中产可能都偏上阶级了 所以看到房子也比较好 看那些房子都是 都是说呢 这个业主要移民 他看 然后他也很郁闷 他说 那我也移民吧 是吧 看了一圈房 回来 那个不想买房子 想移民 是吧 这个现象呢 反正在中国 就是比较普遍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消息 我看完之后呢 我其实不认同 他们的这个说法 我有我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呀 这个消息呢 跟这个 跟移民不移民的没关系 嗯 知道吗 他做这个是为了卖这个房子 他这房子 我估计挂了好久啊 卖不出去了 你知道吗 他是以此的来做宣传 嗯 知道吗 这个房子也许啊 当初卖一亿的 对不对 然后现在呢 卖了一亿二 跟你说 我原定价一亿六千五 我现在卖一亿二了 那便宜了四千五 然后呢 这个一亿二呢 那本来想 本来想一个亿卖了 对不对 给了你一亿二 然后你说一亿二太贵了 再便宜一点 多少钱凑凑凑凑 买一亿吧 那行 拿你拿走吧 本来他就想卖一亿的 对不对 然后他说要卖一亿 一亿六千五 然后呢 说我降价 降价到一万二了 一亿二了 实际上呢 这是一种呢 销销销售手段 大家呢 没有必要呢 把这个呢 就是说上纲上线 是不是 而且呢 像他这个 你这么大笔的这个钱 你说你要移民 你这一亿 就算你卖了一亿二 你这一亿二 你怎么导出国内钱 而且你这个 引起了多大的关注 对不对 但社会上广泛流传之后 税务局部里来看看你嘛 对不对 外汇管制局 不得看看你 你这一个亿 你怎么走 是不是 你得跟我说清楚了 是吧 你这个不给自己有麻烦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他这么做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卖房 不是其他的 所以大家呢 也没有必要呢 就上纲上线的 想这么多 说这个说什么呢 这两天啊 经常有网友呢 就是说 问我们 私信我们 问我们 想说说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 就是说 你就是说 自动你讲来讲去的 都是移民 对不对 就是人不走 钱走 我经常这么说 对不对 他说 那你像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 或者是工薪阶层 我们人呢 走不了 对不对 各种各种原因吧 反正移不了民 然后钱呢 也走不了 因为我们也没多少钱 对不对 他说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怎么办 是不是 我们应该就是说 呃 换外汇 还是买黄金 还是怎么着 然后也有人呢 问我们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我现在呢 需要买房 可能该结婚了 或者家里有什么需要 的确有需要 要买房 那你现在目前的情况 你觉得我们买房 不买房 这种问题呢 可以说最近这个一两个星期来 都有人在问 我们呢 一直没有谈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我们也压力很大 这种主意 我们不敢给别人瞎出 对吧 你说好了 不好了 对不对 我想了想 我觉得这样子 就是说 你的人民币净资产 我觉得500万以下的话 我建议 其实要不就别折腾了 嗯 折腾来折腾去的 搞不好啊 没占着便宜 还有损失 我觉得就只能先忍着 中国目前情况 你只能忍着 对吧 是龙的 你得盘着 是虎 你得趴着 目前呢 就这种情况 你要能走呢 你就走 对不对 我说的是 你真有个几百万人民币 换成美元 你要能把它倒出来的话 其实是最好 人钱一起撤了 就白白了 你了 不跟你玩了 这个是最好 但如果做不到的话 我建议呢 就只能先忍着 没有办法 目前看来 通货膨胀的话 恐怕是在所难免的了 这个中文贸易战 打完了之后 对吧 各种东西都在涨价 这个呢 是 是 没有办法 但是我相信呢 工资呢 也会跟着涨 但是肯定的 涨工资的幅度 是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的 但是呢 你们要想想 还有一些人呢 他可能没办法 提高自己的收入 对吧 中产阶层的 可能还有各种方式 和渠道的 来提高自己的收入 来应对的 这个通货膨胀 对吧 那么更低阶层的人呢 可能就没有办法 那就只能就是 生吞苦果了 我觉得呢 房子 然后咱们来说房子 就是说 现在要不要买房 这个呢 真的是一个悖论 对吧 从现在看来 中国经济不好 有没有可能 刺破房地产的泡沫呢 是有可能的 中国房地产的泡沫 可以说是人类 有史以来最大的 经济泡沫了 我觉得都不为过 对吧 当然当年日本呢 也有过这种房地产的泡沫 但日本它毕竟国家小 对吧 它那个地儿也少 房子也少 跟中国没法比 中国我们光一个上海拿出来 可能跟日本都差不多了 是吧 差点 还没有日本大 是吧 那再也饶过深圳行吗 是 这可以了吧 我们反正北上广深 我们拿两个出来 肯定干趴他吧 差不多得干趴他了吧 反正对吧 但不行 我们把北上广深 都干给他 总干趴他了吧 对不对 那我们还有其他 二三线城市 还没说呢 对不对 北上广深 我们天津都没算进去 对不对 我们天津的房价 你别瞧不起我们天津 我们天津的房价 也很高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 中国现在房地产的泡沫 我觉得肯定是比 当年日本的要高 毕竟咱们基数在这了 对吧 这么大的一个泡沫 就是说 怎么破 什么时候破 是吧 当年很多人就说 能不能软着陆 现在看来 软着陆的可能性 是不大了 对吧 房地产 就是说 我觉得就这样 要么房地产的泡沫 自己破 房地产的泡沫 如果不破的话 人民币就得破 就是说 要么就是房地产掉价 要么就是人民币贬值 反正最终 这两头 你得朝一个走 这是肯定的 但是 短期内 能不能实现 说实话 我不看好 为什么 房地产是现在中国经济的一个 可以说就是绑架了国家 绑架了党 绑架了人民 是吧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中国政府也不敢让房地产的泡沫崩了 这个要崩了的话 我的天 这伤害太巨大了 所以我觉得中共无论如何使用的各种手段 也会在房地产市场上尽量维稳 对吧 就是说最起码就是说不涨了 但是也不能给我急速的跌 有一点回调 在忍受的范围之内是可以的 但是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给你一种感觉房地产要崩盘的这种迹象 就这迹象一出来 就人心大家都觉得坏了 房产要崩的话 这就坏了 这因为大家一旦恐慌性抛售 我啥一砸 那就一下那一夜之间 就中国不是房地产崩了 中国经济就崩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短期之内只要中共的强权统治还在 我不认为房地产会出现巨幅的崩塌 而且就是说目前来讲 我们刚刚也讲到了 现在财霸出来了 就是央妈财霸 财霸就是财务部 财务部就出来了 又鼓励要发地方债 大搞基建 搞项目 中央现在也是这种 就是说不断的在放水 这种宽松性的这种政策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最终很有可能他们放的这些水 最后反正当然他们放水是想要流经各处 但是最后就是流来流去 就是说万般万川归海 最后还都要重新进入到房地产市场来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股市那儿待不住 知道吗 有可能下半年会刺激股市 有一波小高潮 但是我认为股市那儿待不住这个钱 这个钱在股市待不住 其他现在你说我们的实体 投资实验 投资实验你搞什么 现在也不知道搞什么 对不对 没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是不是 中美贸易站在这儿 据把刀在上面悬而未接 外资企业可能都想跑 对吧 国营的民企肯定要看着外资 外资要是跑的话 经济不好 现在谁敢投资 大家都在那儿缩着 我就说你心里都嘀咕着 没有人敢投资 这么多钱出来了之后 股市又待不住 最终还得去房地产市场 所以就我看 就这么下去 搞不好 后半年房地产楼市 恐怕最后按不住 可能还得再小涨一波 因为没办法 因为这个钱 它就会就是要冲进去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悖论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敢告诉你说别买房 因为我担心 就这些水 中共放了这些水 最后又要流入到房地产市场 很可能倒地 导致它又要涨一波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这么推理 我应该就鼓励你去买房了 对不对 可是我敢 我也真不敢 房地产房子都大成这样了 我鼓励你买房 我自己我牙疼 你知道吧 我心虚 我不敢跟你说这个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只能我就帮你这么分析一下 我国内有一个朋友 他是搞了房地产的 我就跟他说 我是房地产成这样了 怎么办 他说你要这么想 你要倒过来想 他说你拿着人民币更危险 你还不如拿着房子 猫儿良心说吧 他说的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 就是说目前的中国来讲 你攥着大量的人民币 可能比你攥着房子 风险性还大 所以 我的天 你要这么分析来分析去的话 那岂不是最后的结论 就是 还是应该买房子 我的个天 我的个神 这不是我说 这不是我说 你有什么想说吗 我就是觉得有一些中国的富豪 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富豪有钱人 他都会去国外买房的 他会在国内置产 地产 因为房产 因为他的生意 是在国内 对 他走不开 他不会去国外 对 他会在国内买好几处房产 他们也是特别有钱的人 还有叫卖 这一看就是卖房子的策略 你看很多app上都是卖房子策略 出国了 这个明眼一看就看出来了 对 其实一种宣传手段 对 还有莫多克 我记得莫多克给他前妻叫什么 最后一位 邓文迪 邓文迪在北京也买了一个四合院 是一亿人民币吗 也差不多 也一亿多 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富豪都逃到国外 去买房产 或者是怎么了 有可能一些影视演员 或者是特别大的富豪 国内国外都有房产 到寒暑假 到有时间用那个房子去度个假 或者怎么着的 我觉得这么说吧 不能说他们把所有的钱都导致到国外去买房产 但是中国现在 我觉得个人资产超过一亿人民币的 人 如果他在海外一处房子都没有的话 我觉得他自己也挺丢人的 你觉得呢 那这个就全球一样了 富豪全球的富豪都一样 美国还有好多富豪 在法国或者地中海附近买一处豪宰去度假用 平时不住的话 找一个人给他打理一下 对没错 但是我觉得从李嘉诚先生 你这个话我就放在几年前的话 可能比较有道理 就是从李嘉诚先生几乎可以说卖光了 他在中国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些资产之后 中国的富豪们 因为李嘉诚名替他 他是一个风向包 只录明灯 很多人把他当灯塔 把他当偶像 尤其是在中国的富商的群体里面 真的李嘉诚好像是很多人的偶像一样 就李嘉诚一旦这么做了之后 就是说我们小老百姓是无所谓 跟我们没关系 但是那些富商们的确就有压学压 他们就觉得李嘉诚这么干了 我也这么干 所以李嘉诚的确做了一个非常坏的榜样 在那之后 我觉得中国的很多富豪都在这么做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据我所知 有很多的富豪都是把自己 就是说尽量的再把自己超过半数的资产 再转移出中国 很多的房地产开发商 包括连潘石屹王健林这些也在 就是说把自己的产业的多元化 就是说不把房地产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营项目 以前他们可能百分之八九十都在搞房地产 现在他们争取要把房地产缩小到三分之一以下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还是很说明问题的 你说 所以你说我们的结论是劝大家买房还是不买房 我觉得是针对国内普通人的群体 看他们自己的个人价值观或者是消费观 如果他们的房子够住够用的话 就看他们消费观是不是享乐主义 他可以拿点钱吃喝玩乐 到处旅游 可以做自己享用 他现在我觉得有这个想法人是这样子 他不是说他不是一点钱 他是我有个几百万 就是说我吃喝是无忧的 但是我那个钱我搁在银行里 他就有点担心 他担心的银行里的话 人人币贬值或怎么样 导致了他有巨大的损失 是不是 他是担心这个 他就说我这个钱我搁在哪儿更保险 就是说我是把这个钱就几百万 存几百万或者就是一两千万 我存银行里 还是把它换成一个房子 因为我存银行里 就是说我这个钱是存银行里 我不动的 我不是说我等着这个钱拿来吃饭 对不对 那么这个钱我是搁在银行里好 我还是买了黄金好 我还是换成外汇好 我还是买了房子好 它是这么一个情况 不影响吃喝的情况下 所以 他们自己决定为好吧 反正我们是分析过了 我的建议咱这么说 我觉得咱们分一个集 首先第一个来讲 我认为最好的还是把钱换成外汇 拿了外汇到海外来买房子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我觉得还是最好的一个投资方式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 但是如果达不到 就是说你的钱出不来 一定是在国内的话 我个人觉得目前这个阶段 如果你的钱真的特别多的话 特别多的话 就超过500万以上的 500万以内的 我认为就别折腾了 如果真的特别多的话 我觉得你把它换成美元 或者把它换成房子的话 我这话说的我丫头 我觉得可能比你存着大量的人民币要好一些 我只能是这么说 我觉得要好一些 你觉得呢 反正我觉得比存在银行强 这么说可以吗 不知道 当然了 大家也知道了 我的预言一向都反正行 千万别当真 你们就当我说着玩 那今天讲到这里吧 好吧 谢谢大家 等会儿 没讲完 抱歉 没讲完 说什么呢 还有一个新闻 说7月份中国经济数据降温了 但是唯独房地产独高 这是今天的消息 是中国国家统计局8月14号 昨天公布的数据 投资是创新低 消费的低迷 工业增速放缓 唯有房地产是继续高企 房地产市场 中国就是说 今年1至7月住宅销售额增长了16.2% 房地产的投资额增长了10.2% 房地产销售额增长大部分是来自二三线的城市 因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还在实施了现贷和限购等调控措施 所以他就进一步证明 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台特邀评论员 特邀评论员的这个话不代表本台立场 他观点就是说 可能你如果真的超古百百人民币的话 短期看 你可能买房子比拿着人民币要好一点 好 这个消息播完了 不过当然了 国家统计局的报告你也别太当真是吧 统计局一向都是想说什么说什么胡来的是吧 但是我们反正把这个新闻播了 是不是 大家还是自己决定吧 好吧 今天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